嗨 理財又搬投資強小文章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又又 最近台積電佔上800塊 超級厲害的 然後因為其實這幾年 其實市場很關注他原因 是因為他先進封裝這一塊 那相信可能很多人 還是對先進封裝這個 course不太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我們的產業隊長張傑 來幫大家解析一下 然後以及他對整個台積電的一個展望這樣子 那我們歡迎隊長張傑 哈囉又又好 各位投資先進大家好 我是財政隊長張傑 贏在深入盛在追裝 我們直接切入主題 那既然台積電引領著最強的 這個所謂的半導體 那我想半導體的八大護國神山 其實有關鍵零組件 那其中有特用化學 那還有可能水資源跟環保的這個回收 那甚至還有所謂的這個晶片檢測 那當然最重要的先進封裝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那先進封裝其實股票不多 大概只有四檔 那可是先進封裝所謂的COAX 叫trip on wafer wafer on substrate 所以先進封裝可以切成兩種 就跟主持人有兩種 一種是美麗 與智慧並重 另外一種是不知道哪一種 開玩笑 我們就回頭來講 trip on wafer 跟wafer on substrate 所以這個其實是有兩種 那兩種 那我們就先把台積電的法說聊一下 那台積電其實在4月18號會有最新的展望 那舊的法說其實大家都知道 最重要的從台積電500、600 一路看800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法說會上有提到 今年的整個這邊 全球的記憶體 尤其是晶圓代工的產業 要年增20% 那台積電又比整個產業更好嗎 應該說半導體產業 對半導體產業年增是10% 這是第三個頭領片的這個紅色 那半導體產業裡面有IC設計有封裝 那晶圓代工裡面又有兩成的成長 那台積電又說他比這個產業的average 還要outperform 所以簡單說如果沒有20到25%以上的產業 基本上今年都不是主流產業 OK 所以定調完了之後你就來找說 台積電既然說他要成長25% 可是他的次產業當中有一些沒有啊 例如說他要蓋廠有資本支出 那可能要蓋無城市 可是假設無城市是有五六間廠商在分 那可能每一間的成長就不一樣 那整個成長最大的其實就是先進封裝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一個圖啦 所以資本支出固然增加到這個280到300多億 那4月18號到底會不會再上調 這是萬眾矚目 那其實幾個重點喔 剛剛講了幾個 我認為可以從毛利率比較高的去切 那第二個大重點就是從COAS去切 所以很簡單COAS是最缺 那毛利率比較高就表示他是寡占 例如說我們在上一次的影片有提到過 像照聯啊 像這個上品啊 都是我們之前的影片提到過的 好 那今天要講COAS之前先給大家看 這個部分呢就是 來這一邊喔 先進封裝的台積電大家碼 那目前台積電在新竹寶3的這個16A 我們來簡單比喻一下喔 然後又又借我一隻手鼻一個葉 右手謝謝 好如果新竹寶3是2 那嘉義目前其實有兩個2 也就是說嘉義目前的廠房 當然他面積要很大 那初步就擴兩個2 等於是成長兩倍以上 好謝謝 所以大家要知道說 先進封裝為什麼最缺喔 這個圖其實可以很明確的給大家來看喔 這個圖 好這個圖 那這個圖是初方證券預估的COAS的產能 那其實在去年的時候是15K 大家可以看這個滑鼠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是停留在15K 那15K其實就是這個1.5萬片 那到去年年底的時候呢 他擴到了這個19K 那到今年2024要擴到30K 所以從去年底到今年底是擴一倍 那如果你再往明年後年去看 有到這個45K 所以大家可見的未來 從15到45 基本上就是一個倍數再倍數的成長 好所以不外乎所有的台積電的供應鏈裡面 本益比最高的就是COAS封裝 OK 所以甚至還比台積電本身還要高 因為第一個台積電股本大 第二個台積電也有成熟製程 台積電也有相關的包括手機 它不是只有AI的晶片有手機的晶片 等等等等 所以COAS封裝基本上是重中之重 那什麼叫做這個chip on wafer 那wafer on substrate呢 這個圖是券商的資料 所以簡單給大家看上半部 3583的星雲跟3131的紅塑 這個是做所謂的靠COW 不是罵髒話 你剛剛是不是緊張了一下 是COW COW啦 你可以唸COW也可以唸Anyway COW啦 那簡單說chip on wafer 那我們來看 這個COW的石科跟清洗的部分 基本上是所謂的這個星雲跟紅塑做的 那WOS叫做瓦斯 COW跟瓦斯合起來叫做COW瓦斯 就跟殺尿牛丸加起來叫做殺尿牛丸 有看過周星馳嗎 這舉例好爛喔 只要你敢這樣子說我 抱歉 好 對不起 又又就是這麼直啦 就是這麼直白 新雲 二十幾歲的女生就是不懂事 好不好 我不知道 剛出社會嘛對不對 對對對 還是你要秀出身分證公布你的年齡 好啦 COW瓦斯啦 然後星雲 COW跟瓦斯啦 所以你先了解COW 再了解瓦斯 OK 那什麼是chip on wafer呢 其實簡單舉一個例子 其實蠻多人就會知道說 我們來講麥當勞好了 好 那簡單舉例 System on chip 系統單晶片大家應該都知道 那系統單晶片有點像是麥當勞的A套餐 A套餐是什麼呢 記不記得 我記得你有教過耶 就是一個晶片上面 然後你可能這邊放漢堡 這邊放飲料 糟糕了 好漢不提當年 原來已經交過了啦 好 所以A套餐例如說是雪鱼堡 或者是酸層純牛肉好不好 雪鱼堡 它是有薯條 它是有可樂 那好 甚至是有這個 什麼餅 薯餅好不好 好 這幾個東西是不同的晶片 簡稱叫做抑制封裝 嗯 薯條跟漢堡 本質跟飲料 本質是不一樣的 可是呢 他把系統單晶片 System on chip 就是說 這個東西把它封在一起 簡單說 例如說邏輯晶片 加記憶體晶片 嗯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 一些類比 你封在一起 基本上呢 這個已經算很難了 叫做這個 這個系統單晶片 可是他這樣子做 已經是舊的 對 那台積電為什麼能夠做到 chip on wafer wafer其實我們也秀過嘛 wafer就那一片 嗯 很像披薩那一片 那chip跟die呢 基本上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裸晶嘛 那好 chip on wafer 那透過這個die to die 就是裸晶的堆疊 還有細穿孔的技術 對 細穿孔就是 樓上樓下要鑽洞 他們才能夠傳輸 所以這個就是立體的啦 好 所以簡單說再借我一隻手 嗯 這個 又又因為還沒有結婚 所以我不能亂摸啦 他如果是 要不然借你板子 這是漢堡 好 再來手上來 好 火腿 不行 這不能 再來 小黃瓜 沒有摸到齁 我沒有摸到你的女神 吐司 然後再來蛋 再來牛肉 再來漢堡 這就是 這叫做chip on wafer ok 謝謝 所以很簡單齁 你要做所謂的die to die 裸晶的 或者是所謂的chip on wafer 那wafer再按substrate 所以所謂的chip on wafer 就是chip on wafer 在chip還沒有進入到 什麼日月光啦 細品去封裝的時候 封裝好了 就變成薯條可樂了啦 還在晶圓製成的時候 所以這個叫做晶圓級封裝 而且是在前段就做晶圓 還沒有做成晶片之前就做好的 所以這個東西是台積電 已經研發超過15年 對 目前好像也只有台積電 有這個能力可以做 對 全世界只有台積電能做 所以目前灰達的晶片的瓶頸 其實是卡在covas封裝 然後簡稱說3D封裝或2D封裝 好 那既然已經知道了這個chip on wafer 那wafer再把它封在所謂的 IC載板上面 我們就順便帶到 像星星 3037的星星 因為有做AI的 它的表現就比頸碩跟藍電還要來的好 OK 所以 wafer on substrate 簡單說剛剛講的 漢堡啦 堆蛋餅堆起司堆麵包 這樣一直堆疊的這個難度是很高的 好 那chip on wafer的這個 師志成有星雲有紅塑 好 那我們來簡單來給大家看一下 例如說3583的星雲 那法人預估今年是10塊 明年是12塊 那股價350 380的話 本益比已經是35倍以上 嗯 再來 3131的紅塑 做3D封裝師志成的設備 去今年是31塊 明年是37塊 這也是法人的報告預估的 那隊長只是截錄報告 我們節目尚不做獲利的預估 那37塊用現在的一個900多塊的本益比 也是30幾倍 嗯 OK 那再來像這個萬潤 6187的萬潤 做瓦斯的 還有做所謂的這個 這個軍華 6640的軍華 這兩個 本益比就相對比較合理 好我們再一個一個來拆解 像萬潤 他今年是預估4塊 明年是6塊多 那目前股價200多塊 本益比就比剛剛那兩個稍微合理一些 那再來像軍華 我們來簡單看一下軍華 軍華的這個 前兩個月有公佈獲利 因為就長太多被警示了 公佈的字節的EBS是3塊多 OK 單月嗎 兩月合起來 單月有一個1月是2塊多 那2月因為過年是1塊多 所以等於是3塊4左右 或3塊2 好 兩個月3塊就有一個月 兩個月3塊 一年有幾個月 12個月 所以就把3乘以 6乘以這不是12個月嗎 對 所以法輪會用3去乘以6 是6 這樣子簡單來算 就有可能是算 原來 軍華的獲利不輸給萬潤 也不輸給星雲喔 剛剛有估明年可能6或8 是這個萬潤嘛 那那個星雲是10塊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其實有一檔黑馬 像軍華 其實 大家都是對他比較陌生 那我們就來看 這個 最後幾個投影片 例如說 講一個小道消息 我獨家披露 我還沒有再公開任何節目講 太棒了 你知不知道超人奧特曼 結果是這個 奧特曼 好不是這個 抱歉抱歉 OpenAI的創辦人 叫做奧特曼 OK 叫奧特曼 奧特曼他不是凡人 他曾經誇下海考 他今年過年的時候 他說他要募一個7兆台幣 那為什麼要募一個7兆台幣 大家要去思考 他其實就是認為 每一個國家都需要有一個AI的伺服器 好 他說要募這個7兆 他不是嘴巴說說 他去沙烏地阿拉伯 然後呢 他又去了這個日本找了孫正義 然後呢孫正義就引建 例如說來台灣找郭董阿 或者是張忠謀董事長 當然 引建了誰我就不方便說 所以從這個大的計畫之後 就有張忠謀董事長他在熊本的時候他說 今後未來的晶圓產能的這個需求 是用一座一座的來看 原因就是這個超人奧特曼他認為 未來的晶圓不是說 擴二分之一擴三分之一產能 而是整座整座可能很多國家都需要 所以這個是屬於台灣半導體跟AI的大美好時代 我這樣子來做一個定論 那這個大美好時代 其中又以COAX封裝為重中之重 所以只要本益比合理 大家不要去預設立場 股價當然有高有低 最近萬潤也休息 有一些股價都在休息 休息回來月限 大概只要這個以多頭的技術線型來說 月限不破有支撐 回後買上漲就是很多人慣用的 隊長我想問那你剛剛提到說 像從本益比的角度來看 就是你現在我們如果要挑相關的個股 他是從本益比來做這些事情 是的 那第一個回後買上漲是技術線型 那本益比會用本益成長比去修正 也就是說很多人其實很常問說 為什麼一下子本益比這樣一下子本益比那樣 我們就講揮答貨台積電好了 因為台積電一個技材一個法說 中間從500到800 剛剛說台積電上800 他的獲利其實沒有上修 可是其實股價是等於什麼 獲利乘於本益比 所以本益比上修的原因是因為 產業的成長性跟能見度不斷的增加 對 所以這個叫戴維斯雙幾 最好的就是獲利也上修 本益比也上修 那這樣子盛起來 當然 EPS乘以PER就是股價嘛 所以整個COAS的封裝 我認為兩個都會上修 那剛剛有講到說 軍華市場上法人認為他的獲利其實才6塊 其實我認為低估了 明年有人估11塊 我認為今年8塊11塊這個是低估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幾個法人的報告 然後來結束我們今天的這個簡單的這個影片 第一個COAS的產能年底要到4.4萬片 去年其實是這個1.5到1.9 所以在今年跟明年都是一個翻倍 OK 所以台積電基本上呢 這個所謂的修正擴廠目標就是 再把這個COAS的這個擴廠往上去擴 OK 那包括像嘉義的基本上就是為了COAS的一個部分 那軍華最近也有法說 他說未來三年你看 既然COAS上修 然後產能都已經吃緊到明年後年 那黃仁勳董事長其實 他其實上一次來 他有說這個內部傳出來 他跟台積電藥的產能明年 跟今年比其實是翻倍以上 OK 那我相信這個AI的蓬勃發展 會讓你看這些公司能見度 本來看不到三個月現在看到三年 然後毛利率會超過40個剩 所以我認為軍華是一個隱形的黑馬 那他原本就有做所謂的瓦時 剛剛我們講分COAS跟瓦時的這個chip sorting 年金機是萬論做的 軍華是做所謂sorting挑選的 那我們剛剛有講那個歹圖帶嘛 就是晶片跟晶片的小晶片的一個3D封裝 那所以chip sorting sorting就是gain 挑選的挑選 就像你有那麼多難追求者 你要sorting 挑選的意思 怎麼面無表情 不知如何接 不知如何接 對那我們繼續往下 翻牌的意思 所以sorting sorting就是做所謂的這個 減晶機 那另外來講他還有個DiBunder 就是說他的這個延伸到新的這個DiBunder 就是已經有很多設備廠 或者是半導體廠認證過 那DiBunder其實基本上他的獲利更好 所以簡單的給大家帶到這邊 那另外來講的話呢 像這個法人預估 軍華在2023年有年金機 未來還有可能有新的這個機器 那這個部分呢他會打進單價更高 市場更大的一個機台 那有人是估12塊 這是法人的預估 所以這個剛剛講的DiBunder 那在今年也開始打入新的這個所謂的一個客戶 這個部分我認為還蠻多人不知道 那最近股票被關緊幣 那當然已經漲到400多了 只是說相對於同租群的本益比 我認為還算是偏低 那很多人就說 欸長這麼多了怎麼不早點說 來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部分來給大家看 千金難買早知道 這個隊長的訂閱 我們來順便也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的訂閱在哪裡 講過萬論跟軍華 DiA加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 在你搜尋的過程中找到嗎 是的 還沒 好 在隊長搜尋的過程中來整理一下今天討論的內容 好 其實就是整體來看 因為整個半導體產業展望非常好 然後台積電他自己又在法術會上面講說 他會比整個產業的平均值在更高 對 但整個帶領他這個展望可以更高 其實是來自於先進封裝的成長 是的 對 那隊長今天就跟我們分享說 有幾檔就是股票 其實他的本益比已經相對高了 那其中有一檔就是 本益比可能相對 同族群來說相對低一點點 是的 那大家就可以針對 用這個本益比的方式去找說 既然整個族群都這樣子 而且他又有 例如說他在法術會有講三年的成長性 然後還有毛利率到四成 說實話台積電也不是省油的燈 你要進他供應鏈 他其實有時候不讓你賺那麼多錢 你一定要有很孤門獨式 孤門獨棋的東西 你才有辦法賺到高一點的毛利 對 那像這個我們的訂閱有沒有 台積電秘密武器COVAX封裝 在去年的11月20號 我們就有提到萬論 去年11月20號的時候 萬論是在100多塊錢 OK 那我們錄完這個視頻的時候 還跌喔 可是跌下來 隊長你看 我們來給大家看 這個有一個搜尋的功能 順便廣告一下 你可以在隊長的訂閱裡面 然後例如說搜尋萬論 你就會發現 我們從10月 10月對 然後11月 11月27 3月 這個部分 不斷的追蹤 所以我常常說 贏在深入盛在追蹤 這個部分 你看籌碼分析裡面有廣達 這是10月 然後 川湖 四星 那時候四星才兩三千塊 上全 巨陽 萬論怎麼不見了 頂基 應該有 有了 萬論 OK 所以這個 我們其實在這個訂閱裡面 其實是幫大家追蹤的很細 包括每個月有八篇的文章加影音 然後呢 這個股票之後 還會追蹤這個 他的一個籌碼 你不是有那個扛棒嗎 是是是 扛棒這裡 你扛棒 是是 這一線好荒謬 你拿著拿著 另外 隊長開始有YouTuber 好 雖然沒幾個人訂閱 不要這樣 趕快訂閱分享 好好好 就是我先整理一下 就是其實就是隊長 跟我們SPA有合作 就是我們所謂的數位訂閱 那大家有興趣可以參考 就是這個QR Code 沒錯 他就是有我的報告 影音 然後禮拜天會幫大家解盤 然後做產業的提點 還會錄音頻 就是誰誰錄 OK 是的 好 然後你看這追蹤這樣子 那當然最後啦 最後也跟大家宣告一下說 我們夏季班要開課 接下來的這個四五六月 五月 五六月開始 我準備了半導體的八大護國神山 對 那新AI的Blackwell的供應鏈 那還有一些所謂的過去沒有 現在有 以後會更多的隱形冠軍 嗯 所以每一次產業深入的一個解析 就在我們的這個 商周集團跟隊長Smart 一起合開的這個產業的一個夏季班 嗯 那歡迎請大家這個多多訂閱這樣子 好 今天就這樣囉 謝謝隊長來跟我們分享 謝謝 那我們下次見囉 那我會把夏季班的資料放在資訊欄 我們再次留言 然後再附上 我們下次再去看看 嗯 那怎麼可以